这个额头和眉毛啊 有点林青霞的影子啊 额头光洁饱满 聪明伶俐早运见好啊 眉浓而不散啊 长短适宜啊 应其逼人啊 失业强 贵人运也不错 眉头开阔建印堂啊 能容人啊 也能够笼络人啊 眉眼配合的非常不错啊 田宅工程 祖业得靠 居所稳定 加上官路宫比较饱满光洁啊 溢入宫门或者是大公司做靠山 眼若寒珠啊 光彩照人啊 一生俘虏双全 山根偏弱一些啊 青少年的好运啊 难流入到中年啊 夫妻宫呢 也见智干扰 因缘方面有一些坎坷 不过颧骨饱满高龙啊 这个鼻呢 也是高龙启示厚重啊 经历短暂的因缘挫败之后呢 凭借自身的努力啊 中年运起啊 中年财运往复运足啊 只是呢 全国啊 见智干扰啊 这个是破全智啊 有很多科啊 职场亦有干扰 就是说 职场有一些小人干扰 结合这个上唇呢 有一颗智啊 包括这个唇角啊 也有一颗智啊 一番口舌是非啊 职场遇小人啊 影响职场晋升 鼻孔大而见漏啊 为人大起慷慨 亦仗义输财啊 但是呢 人缘很好啊 下巴长而见兜啊 并且呢 双下巴引线啊 晚年呢 财阔风龙 下巴呢 也叫成江啊 能够兜财 就说明啊 晚年无忧啊 人中深阔子 是丰隆 晚年呢 也能够想到 子孙的福分 网友